志在菩提 心存众生 迷人不省恋生涩 南科一梦魅信天 总为石川而忙碌 名利恩爱既看穿 熙来攘往心意乱 被绝合成六万年 生生死死无了日 空过一生时可怜 目睹此景心痛断 贤途贤途莫迷连 当知此时非席日 劫煞遍地怎安然 在人间要有大志向 大志气 不要为一点小事情争得你死我活 把你的人生目标定得太低 为师要你重新定立你的目标 学习圣贤先佛他们的志向 你的志向是大的 中的 还是小的呢 你以为舒舒服服的过个几年就好了吗 那可不一定哦 活得过今天 不要想明天 什么事都很难说 想躲 想逃 想逃 逃不掉了 有没有看过 年纪很小就回去的 生病 车祸回去的 各式各样 二十岁 三十 四十 不一定 要活几年 能控制吗 不过至少现在 我们都还活着 还当人 更庆幸的是 都入了佛门 作为寄宫的徒儿 为师希望徒儿 都能把握今天 把握当下 活在人世间 就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做对这世间 有贡献的事 徒儿能不能做到 只要有你们 世界上就永远有温暖 只要有你们 就能够散播爱 散播热 散播光芒 所以 你不只是蜡烛 你也是光芒 你也是太阳 所以 要好好地把你的爱心 你的热能 你的朝气 带出来 好好地发挥你自己 把你自己 真正地发挥到 最极点 留下一些 熏烂的色彩 给后世的人歌颂 给后世的人景仰 好吗 在这凡尘之中 观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我们都认识他们 敬仰他们 因为他们的精神不朽 因为他们都能够 舍弃荣华富贵 为什么他们都能成佛 而不朽呢 因为他们晓得 什么是实在的东西 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一段路 我们的祖父 只有自己家人 知道他的一生 因为他所付出的 只有在家里 他在家乡 所留下来的精神 并不普遍 而每个人 却都想得 祭拜观世音菩萨 只因为 他为的是众生 救的是众生 今天要你们明白的 就是要你们知道 你走的路对不对 做的事值不值得 有否昧了自己的天理良心 活了几十年 有没有帮助人家 妒忌众生 小小的善事 有没有真心去做 还是只图个功德 这一点一点都要清楚 不然任你做万千 还是在人世间空走一回呀 为什么菩萨和仙佛 永远留在人的心中 因为他的心 永远牵挂着众生 永远牵挂着你们大家呀 所以他的心 才随着你们而应变 你们快乐的时候 他也知道你们快乐 你们悲伤的时候 他也能够了解 撩如指掌 所以 只要你关心一个人 你就能够 时时刻刻知道 他的一举一动 你自己的小孩生病 你会知道 别人的小孩生病 你就不知道 这是你的心挂在自己小孩身上的缘故 如果只从经典中去了解你修什么道 那你修上一年 两年 三年 都可能原封不动 站在原位不进步 譬如你做小丑 别人看见就会开心快乐 但可惜你保持了形象 穿着漂亮的大礼服 就不能配当小丑了 其实 你应慢慢地用你的心 去解开别人的心 让大家都快乐 我们这个道 是要带给众生真正的快乐 我们要用慈悲心 去制造快乐 给天下所有需要的人 所以你们必须要 真正能从你的生活当中 去体会到 修到的快乐在哪里 我们自己本身得到快乐 无形之中 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 也能快乐 我们要度众生 并不是要给众生什么 而是要看众生需要什么 我们才给他什么 这才是真正为众生在设想 在大我之前 我们要放弃小我 当要表现自我的时候 就要好好去做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不要只看到自己 如果只为自己 便是逆天 逆天是一念之盼 修到是修我们大家的心 大家的身 一个群众 一个团体 要能各个圆满 不是只修你个人而已 自己顾自己的时候 这就是乱的时候 将剑走入灭亡啊 修到不要只修表面 而不去关心别人 不去帮忙别人 你们常说认理修真 结果心里笼罩一团 越来越多的雾气 欲修欲不真 比如有人说吃素好 但他的嘴巴还是在吃肉 说而不做 那修什么道 修到不是只凭嘴巴讲的 口说道 而是真正要行出来的道 修到人 可以不问人情事故如何 但是这一颗慈悲之心 这一颗热忱之心 绝不能冷却断掉 懂吗 凡事要多替别人着想 念念可以相转 不要想别人 怎么都没替你着想 其实是你自己 为替别人着想 大家抱定此生不在物质求享受 不在恩爱中追求 要突破一些感情的事 把你的真感情贡献给众生 将你的慈心利益众人 将你的时间奉献于众人 知道吗 人要时时刻刻 活在感恩与祝福之中 才能体会到天地 对我们赐了多大的恩惠 我们每个人 在这天地之中 是多么的重要 任何时刻 只要你活着 你就要想到别人死了 我还活着 当我吃饭时 我也祝福别人 都能吃到一碗饭 时时刻刻 活在感恩与祝福中的人 就有福了 人与佛不同之处 就在这里 佛做任何事都无所求 人呢 做了什么 就想得到什么代价 都有所求 我们大家都是刻苦耐劳的人 我们修道 半道都遇到很多挫折 无计其数的挫折 虽然现在人家不了解你 但是你的心与老师 长相左右 你要想老师在你左右 会听你们素心语 你们纵然有了满腹的怨气 但不要发出来 要把它冲淡 因为有为师的存在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牺牲小我 为世界而奉献 就像蜡烛一样 燃烧自己 照亮他人 若能因为我一个人 而能够让别人好 能够让别人不做坏事 能够让别人了脱生死 纵然是受苦 也是苦的有甘位 所以说 只要是为众生而卖命 我相信我的好徒儿们 个个都会很诚意地去做 是不是 希望我们能为人类 做无限的奉献 不只是现在 希望我们做出来的那一点点 也能警醒后人 也朝向我们的目标去做 这就是无限的奉献 然而 我们不求人家的利益 也不求回报 这才算是真善美 但是啊 你的步伐没有踏文 我怕你的这一辈子啊 只要这半途当中啊 遇到一点风雨啊 就一大拖的人就走了 就散了 太多太多历史的教训 就是因为认理不清 理不明 到底不知道怎么样 在内心里面扎根 落实 对不对 是 哎呀 我今天也不是来训话吗 你们先坐下好不好 谢谢来这边请老师上座 就是要坐给你们看 你们才高兴是不是 哎你们最好做 能做的就坐好不好 好 这样子会很好 对不对 是 好 开始 好 谢谢老师这边好 看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大家请坐 有椅子的坐椅子 没有椅子的坐地上 好不好 老师说神 自在啦 我们老师最自在 你们都要坐椅子啊 坐椅子就坐椅子了 但是灯很像很多鱼哦 太多了哦 不用开太多对不对 灯太亮了 我跟你说 你们不需要看得到 看得到我这个厕所 不需要看它 因为它也很好看对不对 只要在你们的目星里面啊 真的觉得说哎呀 你心里的那个技工 从开始到现在没有变 不会因为介绍你看到怎么样 就动摇你的心啊 好不好 好 因为在你的心里面 应该是很扎实的 对你的未来 对你的目标 要很认清楚的 你是在为什么修到 你想想看哦 一个人呢 在一个地方跌倒过 他可能会在那个地方会很小心 一个有跌倒过的人 在一个跌倒过的地方 他会很小心 但是呢 过了十年二十年 时间久了 或许他又会在同样的地方 再跌倒过 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不能够记取教训 对不对 今天我 我可以很疯疯癫癫的来告诉你们 但是 我很想讲的是 我很想找一个可以说真心话的人 告诉你们说 现在啊 真的不一样了 你 修到很多很多年的点传诗 修到很多年很多年的讲诗 或许 在你们的心里面 我这个技工啊 那个影子啊 也已经是很模糊了 所以我说我今天啊 真的是自作多情来看你们 一厢情愿的来告诉你们我真心话 或许呢 这一些 打 不能够打动你们的心 但是 我说过 各 各了 各愿 对不对 对 我的任务 我的职责 我的愿力 我要 我要用这种方便的法门 在我可以 可以用的时候 我一定要 好好的用 因为 你想想看 你们现在有太多 什么什么的 就是传那个什么 以而传而 一大堆的闲言杂语 一大堆的荒谬的论坛 搞得人心惶惶 你说我技工怎么办 在人与人之间不能体谅 不能包容的时候 大家都说 大是技工的徒弟 但是一家人都是手足啊 都不能互相的疼惜的时候 你让我为难 对不对 对 如果说 你很委屈 我知道 但是他也很委屈 每个人都委屈 但是有没有想到 是我而技工最委屈 我要分担你们的苦 要解决你们的忧 要为你们去排解很多很多的问题 东西你忘了 你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小了 甚至你已经忘了说 同事你超哥啊 手足之间呢 没有互相的疼惜联系的话 你们以后怎么办更多更多的事情呢 你想想看 有多少多少的事情呢 多少多少的教训 就是因为 因为当大家力量不集中的时候 耐力趁虚而入 不是就叫一盘毁了吗 你看你们以前 所有 有从那一场跌过伤的人 现在更加要战战兢兢 不管你最先佛的看法是什么 不管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那都是你自己修理的事情 但是 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如果你在你的心中 我技工是分量很重的 我希望你在这个家里面 你要互齐啊 不可以 千万不可以 再互相的疼后腿好不好 好 在凡天话就是这么说咯 如果你的没有认同这是一个家 其实在有一天 这个家里面的人 会你走东我走西 如果你都没有认同这是一个家 你都没有一个认同感 一个归属感 有一天 你的孤独寂寞 会导致你离开这里 其实这里 你说它温暖吗 你是说它一点人情都没有吗 其实太乎你的心理哦 我技工从来都没有遇过 我技工从来都没有 因为你的心怎么样 而认为说 我这个徒弟我不该去疼他了 绝对不会 反而是因为 有时候你的心离我远了 我照顾不到你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在这时候 我们何必何必去顾忌太多呢 或许啊 我在你的心目中 你会觉得 现在的剑锹根本就没有什么了吗 讲的话也不中你的心里面 怎么样也不能够打动你的心 但是 你有没有看到我 这 呐喊 深思密集的 这呐喊 一直告诉你说 我的关心从来没有变过 我的愿力 我的职责 从来不会因为这个时代而改变过 如果你真的了解我的话 你会知道说 在治理行间 我一定一定要把握这最后最后最后的一线生机啊 就是要告诉你们啊 你们的愿力要好好去聊 这六万年来的 不管是恩恩怨怨 怎么怨怨 怎么怨怨 怎么都好 但是呢 你要如果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你就要好好的去 把该了的再了去 该还的给还去 对不对 对 虽然说人世间是一场戏 虽然我借窍来看你们 在你们的眼里就像一场戏 但是 我从来我从来都不会把它敷衍 敞 因为我知道 我的每一句话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重听 但是我知道 我慢慢的能够打入你的心里面 在你们心里面 产生一股力量 你想想看 现在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啊 有些人说 末日来了 有些人说要怎么样躲结地呢 有些人说应该怎么修 有些人是修空 用长座怎么修法门一大堆 我说我的徒儿 你到底听懂我的话了吗 你该怎么修 你是相信他们说末日来了吗 还是相信我激公说 只要你好好的修 在黑暗里面有一线生机呢 还是你听得太多了 你的心根本都外放了 你又回来 说 是先佛说的 但是先佛说的话 到底要怎么取 到底是怎么取舍 你懂吗 你看过太多太多的先佛 先佛说的每一句话 你是怎么样去认同他 所以啊 要认理嘛 先佛介绍 我今天介绍 我说过 如果话不合中道 你都可以去不要听 为什么 说到是兄弟的事情啊 我要你自己的愿啊 今天我介绍 或许机器 它本身的素质就有变化了 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呢 你如果你有智慧去分开 你如何走未来的路 在未来 在未来这么长这么长远的路里面 你想想看 你不只是为了你自己啊 你还有你的九弦七主耶 你在房间 一场一场法会 一场一场的事在办 你多少是在敷衍 你多少是在嘲笑 你知道我看了多心痛吗 你的九弦七主 有些好在受苦 有些一直期盼的心很殷勤啊 但是呢 对我来说 我能够假公济私吗 对于你们 我是不断的不断的在告诉你们说 你看 在你们前老的眼中啊 你们是多么的好 多么的好啊 多么的好啊 人又多啊 什么 几多几好的啊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些对我来讲 我觉得 我最关心的 最认为重要的 是你的心安不安 你对未来有没有肯定 你对这条路 有没有认定说 这条路绝对不白走 是因为我觉得说 我可以很斩丁解体的告诉你说 这条路 我领着你们去走 不会错 但是 上天的意识 经过人在做的时候 有时候难免会错你 对不对 所以 你禁骨的 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你的心里面 很特不安啊 你的心里面 找不到主的时候 你同样再办再办 但是呢 事被而公办 那我 那我觉得 很对不起你们 也对不起你们的祖先 对不对 你同样在做事情 十年下来 你看 有些人是筋疲力尽了 还在撑 还在做 还在办 有些人呢 是 心里 在去留之间 在彷徨不安 有些人 到底不知道再往前修是修什么 有些人会觉得说 既然啊 大家都说那个 黑暗快来了啊 那我们找 干脆找一找 聊一聊 什么事 就不要有那种 动机想要再往前走 这样子对吗 所以啊 太多太多的荒谬的论坛 在这个时代里面 真的是见仁见智 但是也是一个智慧的考验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看得很重要 还是很草率 或许吧 一窝蜂的去做什么事情 一窝蜂的去学什么 一窝蜂的认为说 对啊 那个该换啊 那个该换啊 那个该大一点 那个该小一点啊 我们才能躲别避难啊 但是啊 我想告诉你们啊 在你的心很安的时候 在你的心很平很定的时候 你每 不论每一个时刻 你都能够躲结避难 结在哪里 难在哪里 黑暗在哪里 不论世界是怎么样 你的心如果黑暗 你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 早就末日了 对不对 但是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生生 要去度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 绝望呢 因为希望就在前方嘛 对不对 对 所以 在了愿当中 好好的 反观自己吧 好好的去研究 在经典里面 好好的去参悟 不要再 虚虚秒秒的 再漂浮 因为啊 修到得入 虽然很长很远 很坎坷 但是 只要你能够认理而修的话 其实应该是很平顺的 你们所谓的众胜清凡啊 在半道半道半得很累很辛苦很辛苦的时候 你安乐你的心了吗 你在回头看看你自己的时候 你知道吗 在你的内心里面 我怕变成荒芜的一块田地的时候 怎么办 你到时候会不会怪我 你又告诉你说 没有往内好好的修持啊 在你的内心里面 那个泉源 没有源源不断的话 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荒芜的田地 那个田地长不出 长不出一个苗的话 你说 我半道半很多啊 我一直很 在半道啊很辛苦啊 上天看得到 但是 有功无德必招什么 所以比如说 内外要坚固啊 不会要双修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一直 集中在外的话 你忘了你内心里面的呐喊 不安啊 真的 我说你要再走 走几年的路 那也是很辛苦很辛苦在撑 有可能看人情 有可能看表演师怎么走就怎么走 但是 不一定表演师都对 因为表演师也是人 他的思想也可能在变 对不对 所以 你们在这个时候 在这样的政策里面 需要大家一起 同心的走 因为 这就是一个家嘛 因为 这就是一个家 就不要再分比论出了 也没有你是老大 我是新大 也没有你是新进 我是后进 虽然有新进后进 文道有先后 住院有专攻 但是 在兄弟姐妹的情与情分上 是互相尊敬的 绝没有 以老卖老 以上压下 以 以权 以士 以名 来扭曲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对 或许我说这些都是 多余的 但是呢 也是发自我内心 想要跟你们讲说 你不用去担心那么多 你不用去害怕那么多 但是我想你把这一颗心 先放在这里 按在这里 好好去做 未来呢 未来呀 未来呀 真的不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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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揣测那么多 去想那么多 那么无谓的麻烦 那么无谓的麻烦 只会添加你很多很多的烦恼而已 修大不是要解脱吗 解脱不是要放下吗 在经典里面 不是让你自己 越来越自在吗 你看你们的 你看你们的脸啊 还好地回去照照进步 看看你们的脸啊 是不是更荣光散发 是不是更像以前 更 跟以前真的差很多很多了 还是你更进步很多很多了 还是你 最近 这一段时间来 真的又在打转了 不知道怎么 怎么在 人事问题在进步 怎么在经典里面去参救 去让自己能够提升呢 对不对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你想想看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至老子啊 但是最平常的事 可能 就是你们认为 最大的事情 对不对 在你们的心目中啊 你想想看 有很多芝麻绿豆的小事 被你们一查做 都可能变成大事 这些大事 一船二 一船十船版 可能就是一波一波一波 就很多很多了 但是 你想想 以前有多少多少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样子 理念不清楚 这样子一波刷下来 就是骨牌一样 满片岛 对不对 你说 大无情有情 很像无情哦 但是你说 天佛有没有情 有 简安师有没有情 有 但是简安师 如果他那个时候 就自身满保了 你菩萨过江文 那你怎么办 修到当然要靠自己了 不然你 你能够靠什么 对不对 你不能说 简安师哦 简安师修到很多年了 但是简安师 他整个理念贯彻下来 或许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争吵 会不会生嫩气 会不会不理他 那你想想看 当表演师也难啊 当讲师也难啊 对道理的体悟在念 对真理的体悟 有浅有深 对不对 所以 如果在这个家里面啊 在别人看到你们都好 都一直夸你好哦 哎呀 那个表演师啊 怎么样 但是你想想看 因为好 所以让 如果因为人家夸你 而变成得意洋洋 而变得你飘飘欲先的话 我觉得 这样不是很好的 对不对 对 因为 最实际的话 应该要去跟你说 你现在该怎么做啊 你现在应该要更认准方向啊 不要因为 什么什么讯文说什么 人家说什么 哎呀 因为到场一些人事的问题 而让你的心 犹豫不定 而让你的心觉得说 生命 修道 战道 修不修 犯不犯都一样 其实差很多 修不修 犯不犯 真的差很多 你看 你不要看眼前 但是你看 十年见什么 老低 三年见什么 进退 但是跟你同一批上来的 有多少人离开了 有多少人还一直在上前 但是 你看看他们过得好吗 你看看 你过得好吗 但是 如果你没有再进步 十年后 你会过得好吗 对不对 所以啊 不要浪费光衣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辜负我气功的一片心意 今天晚上 我或许我不该来 或许我讲的话 你们都懂 但是呢 我不得不 很语重心疼的告诉你们啊 你们不懂的事 真的有太多了 所以 适度的去把你的耳朵给关注 让你的眼睛啊 给关注 看好看的 值得看的 听好听的 值得听的 甚至呢 用你的心去听 去听上天的声音 去了解 别人内心里面的呼喊 去了解我气功 到底想要跟你说什么 这就是 庄子姐说的 心在作望 不是吗 所以 成佛 还有 成圣成佛 还是凡夫俗子 只是一个念头 你一个念头啊 我说 我很 很庆而易举的 可以帮你 但是 你一个念头都不在的时候 我怎么帮你呢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你知道吗 每张只要有人 有人 求我说 表示慈悲啊 我的谁 身体又不好了 我的女儿又怎么样了 我心里面 只有 无奈的摇头 只有叹息 为什么 在你们背后 看不到的太多了 或许你以后 还会遇到很多 但是 你们只是要求说 我帮你很多 让你能够度过 眼前的危机 但是 眼前的危 危机的背后 你看到了什么吗 还是因为这个危机 让你觉得说 啊 我该对人生有一番体悟 我要好好的修 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去感恩 好好的去了通我以前的业障呢 人 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 人也不可能十全十美 在人生的路途上 或许有病痛 有折磨 有人事上的考验 这种种都是难免的 当你问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能心平气和的去解决吗 你能够很问心无愧的去跟上天说 我没有错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吗 但是 因为人呢 眼界太短情了 他看 没有看到过去 也没有看到未来 他只是重视在现阶段这一段 只是认为说上天不公平 现在他怎么样 那你想想看 上天真的不公平吗 当你在享受的时候 当你在享乐的时候 你有想到过 你想要别人再受苦吗 你有想到过 我这个激动在跟你背多少吗 不要因为说 某些人身体怎么样 事业失败 或人家庭 遇到什么样的考 你就来问 你就来质问我好不好 或许我得很薄 或许我能力不够 但是我真诚真意的 我真的在帮你们 在拨转了 或许你们都看不到 但是我很想告诉你们说 这一切一切 或许在注定当中 但是 也需要你们去拨转了 好不好 好 我今天来会不会说太多太多 不会 千老师多慈悲 不会 不会是最好了 因为看到你们修道又很累 你看 日忙夜忙 真的是奔波劳碌 真的是牺牲奉献 你看这一点心 真的很可举 对不对 所以你说 我怎么舍得 怎么舍得去对你们多一点点 怎么 你们凡间说的什么 苛责 当然舍不得 对不对 因为 你看 每一个手指都有长转 手心 手背 都是肉 你想想看 每一个人 在他的岗位上 好好做的时候 那我心里面是多么的高兴 对不对 对 或许今天要送给你们的歌 你们会觉得说 哎呀班员 他们都听不懂 其实 如果你真的 真的去体悟一下的话 我所有的话 都是跟你们说的 只是 只是 只是啊 有时候没有 没有指名啊 跟你说 哎呀我关心你 你们或许又不懂 有时候 你说介绍总是有局限嘛 对不对 时间也是局限啊 或许 这机器 本来就不是很好用啊 对不对 所以 在局限当中 我总是要超越局限 想要告诉你们很多很多的话 但是呢 你们听得懂吗 好 你们修道要修多久啊 真的是永远啊 对 真的是一辈子啊 真的 不要再 不要下次啊 因为人事 因为先佛 看先佛怎么样 不要下次因为看点床师怎么样 道场一些人事怎么样 而让你修道的心念 志向 也剥夺掉了 有多少人 就是因为在这样当中 一波一波的 像那个 桃子 领子这样子 一颗一颗一颗 一直掉 掉下来 很可惜的 对不对 嗯 因为没有人啊 是说 祝弟他修道只是修一半的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每个人的根基 缘分 是靠自己去把握的 每个人都有 但是 这辈子 你在 你在这里 跟我继功 结了这个圆 这个圆 就从 你求道的那时候开始 一直迁徙着 绝对不会 有所 怎么样 中断 是因为我一直相续 我一直在付出 我有一天会看到你们成长 看到你们茁壮 看到你们 建大功 立大德 所以是我在期待 等待那一天 所以我不断的借 很多很多的时候 要告诉你们说 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化 不管 这个时代的人心怎么变化 人怎么再看先佛戒窍 当然 先佛戒窍 本来就不是长久之计 或许以后 或许未来 怎么样怎么样 都不一定 但是我希望 我这个季功 不要是因为戒窍 的话 让你感动 而是因为在你自己 跟我志工 内心里面 互相的契合 本身就已经够了 我们不要再靠桥梁 是因为我要真正的 在你的内心里面 我们互相能够新 新年新 是不是 是不是啊 是 所以 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 要迈向未来了吗 有 真的准备好了吗 有 所以如果准备好了 我就要告诉你们说 不管有风 还是有雨啊 你们都要往前进哦 不管 未来啊 遇到什么样 什么样的问题啊 你们都要有那种毅力 有那种决心 去通过任何的问题 因为 这是你自己 刚开始立的愿 你不要说我开始立的愿的时候 是很糊涂的 是不知道 糊里糊涂就立了那个愿了 如果那个是这样子 你现在也是糊里糊涂的话 我很想跟你讲说 从今天开始 我要你不要再糊涂了 能够修 好好的再继续修 了你自己的愿 办你想办的事 这个叫各了各愿 这个叫各办一段 因为时局不断的在转变啊 你不能够保证说 未来会怎么样 你不能保证你明天会怎么样 但是 就在你能够办的那一天之内 那一天之下 你办的时候 上天就娶你那一颗心 正然有一天 你的身体怎么了 你 你的身体怎么了 你的身体怎么了 你在一场生活里面 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说 一命交天啊 嗯 身体上的病啊 可能会医好 可能医不好 但是如果借这个了托 了托这个红尘的话 我应该恭喜你 应该是值得庆幸 你也不要去有一点满怨 因为人啊 到了一点不平顺的时候 难免就会怨天尤人 就会说我修到修那么久 我为上天付出那么多 为什么我还得到这种病 为什么我修到路上还这么不顺遂 其实不是的 其实你要了解 如果说这些不顺遂 能够帮助你 体悟更多 能够帮助你在未来的路上 能够 不管是 在红尘也好 不管是在哪里都好 能够让你了超更多 体悟更多 其实离不开 离开不离开这里 都是很自在的 因为修到人 你没有学到一命交天 你在办什么事情 对不对 但是 在做一命交天之前 平常也是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不是吗 你的身体如果像蜡烛一直在燃烧 当然有一天会烧完 对不对 当然你就在加速它的灭亡 对不对 所以你的起居生活 你真的是办到很辛苦 但是在办到很辛苦之余啊 真的要调理调理 搭理搭理自己 为自己铺路 为上天铺路 也为你们的前人在铺德 不是吗 所以你们的一言一行都很重要 你们不觉得吗 你们是天之交之 人家琢磨看中你们 但是就是因为被一直捧的孩子啊 是不是容易被宠坏啊 是 如果被宠坏了以后你们怎么办 对啊 你们是有学问嘛 素质比较高嘛 对未来 自己的理念也很清楚啊 但是 如果你的文 你的我执啊 你的物脏 文脏 你的我执 法执啊 一直阻挡了你修道的话 连我这个技工都救不了你 因为你学不到超然 你学不到洒脱 那你想想看 外表做得最好 让人家多么的夸奖你 其实都是空的 要夭得天心啊 要夭得天心啊 不然的话 你这样怎么才能办得长长久久 这个白羊的俊液 白羊的肾液 在你们开始要更辉煌 要更 要更红展 所以你们的脚步 每一步都很重要 今天啊 我很语重心肠的告诉你们啊 在你们的理念 在你们的步伐里面 都可能左右这历史的每一页 所以在这白羊史上 你们都不可或缺的角色 你们都一定要战战兢兢 做每一件事情 都要为后面的人想一想 不要在这个时候 把你的步伐给走错了 好不好 好 有一天 有一天呢 你们前面的人会走 有一天 可能先佛不借窍 那你们靠什么样的力量来修道 真理啊 但是那个时候 可能少人 少人人夸奖你了 可能那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认为说先佛也看不到了 那时候 或许你心里面的先佛 也很弱很弱 便利很弱很弱 你靠什么来修道 但是理 你认为你的理都很正确吗 你认为你内心里面的理都是真的吗 如果这样子 每个人都会认为他是真的 为什么 他认为他的理才是真的 还是正的 才是不偏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是在研究经典吗 以绝 为师 以智 为有 对不对 绝师 智有 但是呢 在你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守着规戒 戒律 你想想看 当你走出去的时候 你跟凡夫 淑子差不多 因为你们的活泼玲珑 因为你们的通全随便 你想想看 你走出去谁知道你是修道人 甚至你走出去的时候 你跟他们是 等而叉字啊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通全答辩 已经让你们变成了水便 在你们的气质里面 都没有提升的时候 你跟一般的凡夫淑子是差不多的 你们现在人都说要修道办道 都说要好好的 要好好的帮上天啊 度一些原佛字 但是你想想看哦 当你在度人的时候 你已经忘记了 在内心里面 很深刻的扎根 好好的去提升了 如果现在有一票人走在路上 你看得出哪一个是道青吗 是衣服让你认出来它是道青啊 还是因为它的气质 然后还是因为它的那种涵养 还是因为它显现出来的那种 跟人家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你现在修道 修一修 你认为说要走入人群 然后就敷衍了你自己自律的功夫 然后你就忽略了你自己对自我的要求啊 那我跟你说 你修十年 你还是跟凡夫淑子一样 因为你在你的气质上 因为你在你自己内心上面都没有要求 你怎么会进步呢 对不对 在这习惯当中 你就容易跟人家一样 越来越堕落了啊 咱们修道人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跟人家一样一样 这样子在虚 在糊糊涂 很糊涂的在过日子呢 对不对 嗯 很多很多的事情哦 你们可以去想想看 当你跟你的邻居 就赶快去办 当上下子女 去抄一抄版书 去办到办一办 这样子事情就完了吗 其实真正的功夫在盛堵啊 在没有人的时候 在私底下的时候 在私底下的时候 是不是界定会啊 对不对 今天你不要做给我看啊 我也不需要看啊 但是呢 公私 公 公私之间啊 要分得很清楚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哦 我绝对不会因为你哭哭啼啼的 我就跟你讲说 我帮你背 我能背得了多少 我能背得了多少啊 对不对 所以 我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哦 真的啊 做给别人看 做给上天看 做给为师我看 看着你真的下功夫了 让你真的在修道的路途上面啊 揚眉吐气 是因为你光宗耀祖 家里面出了这个修道 修道的孩子 家里面出了这个修道的孩子 真的不一样了 为家里面真光 为这里佛堂真光 为道场真光 你们做了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 我希望有一天啊 是看到你真的在进步的时候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不断的对你喝彩 不断的跟你竖起大拇指说 你这几年啊 吃的苦没有白睡 你这几年啊 修道的路途上啊 吃的苦 受的累啊 值得的 因为在盖棺论定的那一天 上天要你的什么东西而已 心 是不是 是 但是如果 你现在的心境 环境 情境 你想说 你能够支持到你 盖棺论定的那一天吗 有多少人 在 在 还是把人的事情 该做好吧 何况说 你们现在有一个修道人的标签 贴在你身上 那你怎么能够不战战兢兢 好好的去学 好好的去办呢 你看你的脾气毛病 这十几年 一二十年 这修道的一路途下来 你真的改很多了吗 还是刚开始很战战兢兢 还是回了家以后 把一肚子不快的开始发泄 咱们修道人呢 是点点滴滴的功夫不断的累积的 不是在外面 不发泄到后面开始 到家里没有人的地方 开始一大堆苦水 一直吐 一直吐 如果你真的要吐苦水 你可以跟我说 没有关系 是因为我害了你们 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承担了 我承认了 但是呢 如果你不能把那些怨 那些苦转化的话 你十年呢 还是一样 站立不前 因为你心境没有改变 因为你不能学去包容 你因为你不能学着去体谅别人 体恤别人 因为人 为什么他不能改变 有些是因为业力的牵扯 有些是他习性很难去改变 你没有宽大的度量 怎么去走未来更大的路 对不对 一样米 一种米 一样百样人啊 那你想想看 你修造人 胸襟度量更不一样了嘛 我不是说一直标榜 你们要与众不同 但是你们做的事情 确实是与众不同 那你们要办的事情 更是更广更宽更远 为了更宽更远 更长的路 所以你的路没有铺好 有一天 我告诉你哦 你会跌得很痛 有一天 你可能会到过头来怨我 为什么你当初都不讲 为什么那个小徒儿怨师叔 他里面只是这么小这么小的光 这么小这么小的神位而已 你说 对 一定教不好都是老师的错嘛 因为 为什么不开始就讲好一点呢 为什么不 不严厉一点呢 到最后的时候 才事情这样发生呢 对不对 所以啊 不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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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的疏忽 你先佛的 所说过的话 在你内心里面扎根 你就不要在一些肢结 末流上面去打转了 我们在修上圣法门的人 不在 不在 最 最基本 最重要的地方下功夫 你在哪里下功夫 为什么一直在打转 为什么在外围 外圈一直在打转 找不到你自己呢 得了迷失一点 不容易 这是一个言 但是如果你看清了 如果你不在意了 这一点对你来讲 一点开悟的效果都没有用 对不对 有多少人得了一点 但是 还是一样 很茫然 对未来 还是一无所知 为什么 是我不好吧 一定吧 但是呢 我也很想问问你们 你们度了那么多 那么多的人 你们真的有用心去成全了吗 还是他不来就说他佛缘不好 还是认为说 没有关系 等到有一天他会回来 但是 你打铁不趁热 你永远永远 那个心都已经冷掉了手 你怎么再去挽回他的心 对不对 对 或许这样子两天的成全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 后续的动作不是更重要吗 对 今天我们 你要的只是人数而已吗 不是 你要的只是人数 还是 还是现场的气氛 还是现在这种 那种 只是抱一抱人数就好 你要的只是这样子吗 不是 如果你要的只是这样子 那很简单啊 为什么 因为 你这些人都可以去做的嘛 不管你有什么方法都可以叫一些 就这样子 抱一抱人数 事情过了就好了 但是 你度了一个人 你没有好好成全他 然后他 他在道理上 道理认识又不清 那你想想看 这个圆啊 这个种子啊 要萌芽都没有办法 那你想想看 你开始的时候 是经过多少多少次 营保师 经过多少次 点床师 这样子去引导 这样子去告诉你 你才有一点发心的 甚至到现在 你还是认为说 你在该发心 你不该发心之间 还在犹豫的 对不对 所以 每个人 既然是 迷媚的佛啊 他都是 有一可能 有一天 有一天 会变觉悟的众生 对不对 所以 我们不要看清 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 去做到 该尽到的本分 好不好 好 今天 你们所看到的这里 就像一艘船 这里的一艘船 会向前进 也是你们 靠着你们 会倒退 也是你们 不然 你们认为说 没关系 我的胸肌没有这么大 我只要一艘 独木舟就好了 还是我只要一艘 牧船就可以了 我没有那么大的志愿 要去 有一个豪华的大游人 但是 实在也不一样了 你不能 你不能往前进 你不能 视野更宽阔一点 你怎么度更多更多的人 对不对 对 所以啊 你把你的根扎稳在这里 如果你的根啊 都不稳了 你纵然在胸怀哪里 放眼哪里 都是鸟然的 为什么 因为啊 那个根啊 可能会 一直飘动 根不稳的 根不稳的花 怎么能够开得久 根不稳的树 它怎么能够茂盛呢 对不对 所以 爱这里 就像爱你的家一样 你们所讲的道坊啊 希望 不要因为人事的问题 而毁了它 好不好 好 因为辛辛苦苦 几十年下来 的心血 多少 前面的人种树 后面的人成凉 才有这样子一个地方 人家谈主权的 大家共同 同有那个心 去护持它 去好好的 让它更 让这艘船走得更稳健 这样子 才不辜负天恩浩荡 你们都忘了 你们能够修道半道 天恩啊 在你们身上庇佑着你们呢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你们怎么能够那么 那么稳健的去修道半道呢 对不对 对 也因为你们缝着这个时运 这个时局 让你们能够好好的修道半道 所以 过了这个时局啊 很多很多的事都变了 或许 你心目中的好人 就变坏人了 或许 你心目中 认为的先佛 他就已经不争了 或许 你以后看先佛 你也不像以前这样去看他了 其实 那都无所谓 不管 你用什么心态 来看我这个机中介绍 我都无所谓 但是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要认准你自己啊 你身边的好人 如果有一天变坏人了 你说 那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一定认为你是好人 别人是坏人吗 但是 有一种人 为了要帮助你 他不得不变坏人 对不对 难道 中言逆耳 难道说你 中一点的坏的人 都是坏人吗 那也不一定哦 所以啊 那个叫 中言逆耳 然后呢 良药 苦口 对不对 你们总是喜欢吃甜的东西 总是听好听的东西 总要享受好的东西 但是 这一些 都可能有一天害了你 因为 在你的身边 没有人敢跟你讲中的话 没有人敢 敢怎么样 得罪你 那你想想看 那你以后怎么办 抵安师现在已经不敢讲哪一个讲师怎么样了呢 你知道你们现在的讲师多伟大 你可以不要来 你可以怎么样 你知道现在的抵安师很难当吗 对不对 或许在别人的心目中 他会认为他德性不够 或许又会认为他涵养不够多 但是 如果抵安师讲话重一点 你们一定会认为 抵安师以上气下 对不对 抵安师 你自己的修道的资历 修道的 这么多年的道理 而自己 把自己捧得很高 会不会 但是你想想看 现在抵安师也难当 讲师也难当 所以 真的要以德去服人 以德去感化别人 不然的话 你想想看 到最后 谁都不服谁 因为这一份道气 越来越薄弱 彼此的利益关键 越来越重的时候 抵安师真的很难当 越来越来的抵安师 越难当 所以 你们没有一份 彼此尊重 没有 没有彼此互相的提示的时候 你想想看 当抵安师 你说你来当好吗 没有当抵安师的人 就很想当抵安师 当了抵安师 才知道当抵安师很苦 但是 是哦 就是因为 这彼此之间呢 很微妙的关系 让 隔阂 磨擦 在无形当中 就升起了 有些讲师坛主 这点还是很不谅解 那点还是很霸道 那点还是很怎么样 但是你想想看 谁愿意看到呢 你有想到过 抵安师的压力 的责任 万一这件事办不好 他怎么办 对不对 如果 抵安师 如果你只是认为 抵安师不好 好 那抵安师真的不好 那 彼此又不能说 那你们永远问题就越来越大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会去告诉别人 那个抵安师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 那你想想看 这一刀床靠 靠谁 靠抵安师一个人力量不够 靠你们力量也不够 对不对 那你说 路人人 抵安师不去点到 你说 我抵安师我跳出来点 好不好 对啊 所以那种关系很微妙 每个人都有脾气毛病 当抵安师都有 但是 我有一个 彼此互相的自我要求啊 互相的体量 其实一定会很圆满的 一定会很和谐的 对不对 对 所以 当你看到 抵安师的时候 或许他不笑 或许他不说 很多很多关怀的话 但是呢 你们有没有 试着去关心 抵安师 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有没有试着去关心 讲师 他到底 为什么最近 哎 怎么闷闷不热 哎 怎么心里面总是很 感觉你们凡间话说 很拽的样子 都不理人 有没有 那你说抵安师很忙 会不会 连一句嘻寒问难的话 你都舍不得说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讲师 谈主到妻 真的 人是一句问候的话 他拼死拼活 他都建议 所以 这也是人啊 人心之常啊 他真的是有可爱 但是也有 让人家觉得 很值得去深所的地方 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 关系会搞得这么紧张 为什么抵安师 总是高高在上 为什么抵安师 总是跟讲师 某个讲师 总是见面 是有若无的那种尴尬场面 我说我看了我都很难过 但是呢 不是谁摆架子 只是一点点 一点点误会 对不对 所有的误会 我希望 从今天开始 化解掉 所有的 不愉快 所有的 该忘的 都忘 不能忘的 你就来告诉我好了 希望呢 这一个家 这一艘船 有你们的护持 因为你们都爱这个家 这个家 会更和热 因为 这里 要在更多更多的众生 上撒船 因为你们还要办更多更多的事情 不要因为芝麻利豆的小事 而影响彼此的感情 也不要因为这样子 而破坏了 所谓的道琴 好不好 好 因为道本来就不曾变过 是因为人在修道 人在替上天在传道 在带天宣话 在行为上 在语言上 在 在处事方面 在不圆满的时候 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真的去体谅包容的话 这个叫自我淘汰 道场有太多的自我淘汰 很无情的自己想要离开 其实不是道场不好 你要知道哦 不是道场不好 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的解解开的时候 就是你自己想要离开的时候 对不对 有多少人说了十年二十年 他还是觉得这里很温馨 他不会觉得这里 一点点 都不会觉得说这里 哎呀 没有容身之处 为什么 还有些人更觉得说 责任感 使命感 越来越重 他要付出更多更多 虽然不是说每次来佛堂 你看你们凡间的人 来佛堂就会觉得说 我怀才不欲 你看 比安师都不重视我 你看 我来到的时候 比安师对那个特别好 常常呢 看我都不看一眼 那你想想看 你来到的时候 你只是要跟比安师对你的疼爱多一点吗 那你又没想到过我站在那里 一直看你们 你们都不看我一眼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你只是要比安师多多 多对你们疼爱一点 关心一点 你有没有想到过 其实我无时无刻的 都在关心你们 你们也不需要说 一定要得到 抵安师的疼爱 什么 哎呀 抵安师多派工作给你做 或许在人世上很难圆满 但是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那件事情呢 少地可以少吧 其他的这种是可以做吧 对不对 我们啊 人啊 就是因为常常会觉得说 我这么好 为什么他不看重我 为什么比安师都不认为说 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看 法会 他也不觉得说 我可以上去讲道 为什么老师来 上去讲道 那你想想看 你有更心态的时候 你当然觉得 对不对 这个叫 只要你有那个能力实力 你为什么会怕实运不计呢 对不对 你何必怕会 会什么 英雄无用武之地呢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一句话就是 天生无用 少个地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人家不要做的事情 你更需要去做 为什么 那个才伟大 大家日活丰盛的去做 那有什么 对不对 你不需要去真实一下 就觉得让人家很夸奖 你很 很肯在手心的那种事情 为什么 你让人家肯在手心 你想想看 万一人家不捧你了 改天人家冷落你了 你一定 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因为别人会忽略你啊 但是你要看重你自己 你要知道 你办事是为了谁 你办事是为了你自己 你为了上天啊 你为了了你的怨 那你 这样子的话 你一定无怨无悔 那样子的话 你做什么事情 不甘愿 对不对 今天少个地 难道就很卑微吗 难道少个厕所 就这么样的 就这么卑微吗 绝对不是的 如果你这个来分卑微的话 那你认为说 讲道理的人功德最大了 那也不一定啊 讲道理的人 他要负的责任是不是更多 他的压力是不是更重 所以当你有那个实力 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你认为上天不会给你机会吗 只是你在机会 还没到的时候 你努力充实了吗 你已经在准备好了吗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你认为上天不会给你机会吗 绝对不会的 是不是 上天有好生之德啊 绝对不会辜负每一个人的用心 你好好的去想一想 当你很发心的时候 当你那一份心念很沉的时候 是不是 在有意无意当中 你的 你度人也很顺 你办 你到场的事情也很多 你 家里的事情也很顺 为什么 在每一个心念当中啊 可以左右你的未来 可以左右你的事情 很多很多 所以啊 把你的心啊 解开 心结解开 不要再跟 不要再跟某个人过不去 不要再跟某些人 有一点点 的闷气冒意见 好不好 好 你们有什么始祖运作吗 始祖运作 始祖运作就是人 就是人际关系的学习 对不对 对 你不在这里学习 你去哪里学习练脾气毛病啊 你说 这个族长很大 很强势哦 每次都说我们怎么样哦 功德要自己挑哦 什么的 有没有 但是你想想看哦 我有在这样子当中啊 你学着去看一个人 这个叫人性啊 因为落入后天以后 环境的影响 让他的习性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 你说他能够强多久 真意识还是真天秋 咱们啊 装得傻一点 装得朴素一点 所以 我们得到的更多嘛 上天总是疼什么人啊 功德 所以 你也不要想说 哎呀 我现在很自规 老师你都不知道哦 没事 那个主长哦 那个表演师 那个讲师哦 就对我怎么样 看我傻好欺负哦 我是看到哦 我是知道 但是我能跟你说什么呢 如果你在这里 你都不能学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学仔脾气毛屁 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你都觉得他不好 他不好他不好 你说你要去哪里 才能找到天堂 哪里都不是 有点教训 叫他不要那么痛 叫他不要那么霸道 叫他不要那么无情 叫他不要那么绝 但是你想想看哦 有一种人哦 该要踢铁板的时候 他就会踢铁板 你也不用担心 他怎么还没踢到铁板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在吃亏的时候 你要占便宜 是因为你学着去忍路 有没有 精进慈戒 六度佛罗密 你也在学啊 所以你不需要去争那个时候啦 忍一时之愤怒 免百日之忧 如果你这一点都不能学 我可以告诉你 往为修道人 在多少的佛教的僧团里面 在多少的什么 不管什么教 不管什么人士团体都好 都是在人的问题 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所以有些人不满这里的时候 他离开了以后 就来将这里一军 有没有 有 这个乌烟瘴气 你说我怎么办 这个是曾经自己最疼的人 这个是曾经自己 疼在手心 最疼爱的徒弟 到最后 反面无情 到最后 反将一军 你说我能说什么 当然是自己不好 当然是我 德性派宝 对不对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既然有人在一起 咱们呢 路是很长的 纵然在这里啊 有一点点 微微的什么什么 耳语啊 什么什么人士的问题 但是 人士的问题都处理不好 你以后在天上 也一定处理不好 为什么 今天跟你最有缘的人 就不是跟你碰在一起 但是呢 以后回天上的时候 你当然是跟你最有缘的人在一起 不然你跟谁在一起 你不能说 老师姊妹 我以后回去 我就不要跟那个表演师在一起 因为他以前有骂过我 我也不要跟那个讲师在一起 我也不要跟那个谁在一起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 天堂有几个 一个 你的心 你的小天堂 不能跟别人的天堂 融在一起 你以后回去天堂 你还是很难过 不是他说要下来 就是你说要下来 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吃苦一点 忍辱一点 忍辱寒河是妙方 对不对 能够学着去忍辱 学着去化掉化解 才是功夫啊 不然你们修到的功夫是修什么 修笔要度几个人 你不用去拼这个树木 我要你是扎实的功夫 把这个人间的天堂营造好 上面的天堂 你要怎么样 这个也是好朋友 那个也是好朋友 不会说上去天堂 看到他就跟 跟我说 我不要再在一起 我离他远一点好了 老师你叫他过去远一点好了 不要跟我在一起 我看到他就影响我的功力 那你想想看 天堂只有一个 你到时候 谁都不是 我这边智力不讨好 那里智力不讨好 那里智力不讨好 对不对 我今天说的这些话 真的 很多很多的地方 很多很多你们说的道场 都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人 所以有些人 自愿 我牺牲我离开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那多可惜啊 你在为他修啊 你在为他办喔 那你有没有想到过我 这样子耳提面病 在叮咛你的时候 那种心里面 多么的肯切 希望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用你的智慧去分拌 有些人呢 该吃苦果的时候 该尝苦果的时候 他自然去尝 你不用替他招贪心嘛 对不对 你不用担心说 他怎么还没啊 他怎么还没 你急什么吧 这个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然后呢 不是不报 吃到味道 但我也要告诉你 你的善恶也不是不报 也是善恶味道 实际味道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好 不代表永远 现在的不好 不代表永远 因为这是一个循环的 这是一个循环的 所以啊 最重要的是 让你的心更包容一点 让你自己路走更远一点 更去包容 如果你连这里的人 都不能包容 你想想看 在家里的人啊 我看到你们在家里 我就觉得好笑又好气 在家里的时候 不管跟先生跟小孩 大呼小叫的 你想想看 我那个时候 我一定忘了你是我自己公的徒弟 凡街话说多丢脸啊 是不是 都忘了那个修道人的 的的的的的标签了 你想想看 在家里的时候 想是不在 想是不在 没关系哦 一生气一下 就怎么样 就开始 别哗 别叫啊 别骂啊 什么的 有没有 这样很好 对不对 不好 那个叫发泄 对不对 反正家里也没人看哦 先佛 只是在佛堂也不看你 对不对 但是哦 这样很不好 举头三世有神明 如果那个三世神啊 那个三世神啊 碰到我就跟我讲说 你那个徒弟哦 不知道是老师教不好 还是徒弟学不好 哦 哦 那个叫的哦 隔几层壁都听得到 那你想想看我多美面子 我今天是以白话文 很浅白的 很浅白的告诉你们哦 真的哦 把佛都会吓跑哦 因为你气的时候啊 脸红脖子粗的时候 那时候我不知道像佛啊 你像什么 真的哦 约束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 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 你度的人哦 刚好在你家隔壁 你在大喊大叫的时候 被你隔壁的邻居听到 你说我哦 该怎么办 我记过该怎么办 遮着脸说 这不是我的注定 你不要去听啊 还是说 你一喊完的时候 到隔壁家的时候 刚刚事没发生过 刚刚不是你哦 一下马上变脸哦 还是千变 千变人 所以啊 你们的日常生活 一举一动 太多太多了 或许这个不该提出来吧 因为你们觉得 那很习惯很自然的事情 都跟佛堂没关系哦 只要佛堂一个样就好 只要佛堂给典安师给先佛看 一个样就好 但是我不要你这样子耶 我希望我的徒弟是表里如一的 我希望我下次看到你们的时候呢 在你们家里面也是和气一团啊 不是因为你说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的家人不敢顶你啊 如果有一天啊 他生气的时候 他说你修怎么到 我跟你讲 你会蒙着脸哭三天啊 对不对 因为那一句话影响很重哦 因为别人看到你就是修道人 别人很看重你 认为你很不一样 但是你回家的时候又跟烦人一样 那很不好看对不对 你不要说 没关系 反正我来到佛堂的时候 我就跟老师讲说忏悔 我就天天忏悔 但是人家言不止说不饿过 你们却一而正在耳上 而是四五六七八九 一直在翻对不对 当然 每一个先佛一定说要很慈悲 原谅众生的无知 原谅众生的无心之过 但是如果一个修道人对自己都不能够 言以利己的话 那你想想看 你去度人的时候 说话有说服力吗 在你的言行举止当中 都不能成为一个标杆模范 那你要费多少多少的精神 去讲道理去影响人家 因为那个叫深教言教 在深教当中最已经算大部分了嘛 对不对 我今天来很啰嗦哦 让你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到 真的很抱歉哦 可能有人也要回家了 也想回家了 因为时间也一直一直在逼着 也很快很快要过去了 所以 你们自己就保重保重 还是你们有话要跟我说 又开始灯亮了 不用那么快啦 我今天很对不起你们 来大都没有说什么 鼓励你们的话 反而把你们的一些影视 都一直挖挖出来哦 很抱歉哦 谢谢老师十杯 谢谢老师十杯 请你们也让我的啰嗦 请你们 也能够体谅我 我的心境 也能够体谅我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今天不说 可能 下次看到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 已经不在这里了 如果说我今天不说 可能下一次 我看到我一个土地的时候 可能我又会垂胸顿足了 因为那些话 我为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做 所以我也要告诉你们 你为什么现在不做 你为什么现在该说的话 跟你最亲最亲近的人 一句对不起 你都说不出来呢 为什么在家里 要搞得那么僵呢 说真的哦 家里是 佛堂是避风港 家里也是你的避风港 不管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要去 克服 都要去解决 好不好 好 既然是跟家里的人 有缘 一定 一定 委屈自己一点 好好的 去了完 这一段缘 所以 你们现在啊 现在的 修道人 你看 三清四正 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是看得很平凡 认为没有什么 但是 在实在的冲击之下 如果 这些你们都不懂 在实 外面的 外面的一些影响 一直侵入的话 有一天 你们 男女之间 越举了 你想想看 这有一天影响会多大 如果这圣板都不轻了 那你想想看 会造成多少多少 你们所谓的后学的误解 如果钱财都不轻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个大事 虚名山呢 这个罪过 自己单 所以 三清四正 在你们内心里面 要好好的记住 不管 时代再怎么变化 不管这时代潮流 怎么样的战乱 我希望你们 把这个佛堂 把这个道场 让这一艘船呢 保有一个 一个宁静 祥和的地方 让众生来这里 可以研究道理 可以吐露他的心事 可以更精进 可以当为加油站 可以当为避风港 有一天呢 只有像这样子的地方 才是众生最大的寄托 所以你们最大的使命 就是要保有他 不可以让眼前的这一切 在你们这一代里面 在随便随便 不好好的去保护他 好不好 好 好 会不会觉得我今天很啰嗦 不会 谢谢老师 好像都没有让你们说很多话 但是 但是我说了很多 但是我又没有听听你们说话 你们要不要说啊 老师都知道 但是呢 有时候你们会觉得说 诶 我讲一个最真最真的事情 你们会觉得说 现在先佛借窍哦 都怎么样了哦 不像以前的哦 先佛好像怎么了哦 有没有 没有 希望你们是觉得没有啦 但是呢 先佛印在你们的心里面 是最真的 是不变的 所以啊 今天呢 送给你们一首歌 有没有 《无尽的爱》 那一首歌 或许很世俗化 或许它 它只是一个流行的一首歌 但是呢 它里面的意思 我送给你们的是 希望 希望这份爱 这一份情啊 是无怨无有的 希望你的道心坚固 永永久久 希望你的愿力 持续到你 我来接你的那一刹那 而不是说 你的愿力是 有时候有 有时候很强 有时候很弱 有时候很弱 有时候我抓不到 有时候很茫然 而到最后是 求先佛慈悲 带我回去吧 一个人哦 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去修持 去涵养你自己的话 应该是怎么样 先佛慈悲 我要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我要做更多更多的人 我甚至呢 我想要有 立那个愿 因为众生在受苦 所以我不忍他们受苦 我一定要跟老师一样 好好去度化他们 你们有这种愿力吗 有 其实我一直期待你们 真的希望你们 在黑暗的地方啊 播下希望的种枝 是你们凡间人说的话 但是 就是因为这一颗种枝 这一盏灯火 需要人去传 需要人去播种 所以你们都很重要 但是要播种之前 你的理念很清楚吗 你的步调很平稳吗 如果你的理念很不清楚 你想想看 你要去度的人 他可能会跟你一样很茫然 你要度的人 你要走的路 可能都会很明确 所以要立愿 要了 有发大师立大愿 你要想想看 内心现在就要开始充实了 对经典的研究 要更加下功夫了 因为经典里面 是经过几千年来不变的 历久彌新的 所以 没有被推翻掉 所以 他更能够印证 你修到没有错 你办到没有错 你选择这条路 绝对没有错 所以经典 你研究的道理 在道场上 各个融会观众起来 其实要你解脱 让你解脱你的烦恼 让你解脱你的知障 障碍 文障 物障 法律 不要执着于形象 也不要挽空 就是这样子而已 当你 越来越单纯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是很快乐的 但是 你们现在的修到人 彼此 不敢讲 不能说 你们是勾心斗角 但是呢 你们人与人之间的防卫心 越来越重 人与人之间呢 那个隔磨 隔阂啊 越来越大 那你想想看 有一天 我要你们手牵手 施连心 或手牵手 一起回到里天 或许 你都会嫌 跟你牵手的那个人 或许 你就会舍不得 也不愿意 手伸出来牵着他 为什么 你是在嫌弃他吗 还是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 但是哦 我很想讲一句话 都是上帝的儿女 都是老母的儿女 全部都是我的徒弟 我们都没有权力 去挤折他的过错 一切交挺上天 来做审判 你们凡间都有法律了吗 凡间都有佛归了吗 那你 那你为什么不想想看 一切由上天来做审判 善恶是非 让上天去分判 我们何必 废那么大的周渣 去让自己的心 又搅动一壶 池水呢 对不对 所以 不关咱们的事情 咱们不要管那么多 现在这个时代啊 让你不要去了解太多 不要一直想去看 去听啊 去听了 去杂七杂八的 让你的心情 一点成长进步都没有 对你们不是好处吗 是不是 是 有没有想要跟我说话啊 如果没有我就要走了哦 因为我也耽误你们很多时间啊 今天晚上你们就好好的 安安稳稳的睡觉 以后 从今以后 不要让自己身体太累哦 好不好 好 你一天的累 要很 你们凡间话说 一天的累 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 才能弥补过来 但是 你一天一天的消耗 一天一天的透支啊 你的病啊 身体啊 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折腾下去 那你说 未来的路 那走很长 很远 那怎么走呢 你说宣佛的 宣佛的显化 奇迹 硬在你身上 当然好 但是 万一 这个宣佛的 显化 奇迹 你抓不到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 身体是你的 你最了解 当你累的时候 你就要调理自己 当 开始亮黄灯的时候 你不能适度的踩刹车 你红灯你还在闯 那当然 当然 就可以一起的 对不对 所以啊 你的心 你的身体 靠你自己 当然 我也是我希望 我这一路上 能够帮助你 好好的走完 这一路程 好不好 好 你们不用紧张啊 既然身体是别人的 我也借到了 所以我就要好好的 用一用 谢谢老师慈悲 你累不累啊 不累 你累不累啊 不累 你累不累啊 不累 要 要 要 怎么样 有时候苦啊 真心里面 不累 都别人都不知道 有时候光鲜的一面 掌声 人家看 人家看到你的掌声 看到别人的喝彩 那种苦 可能别人不知道 所以叫 吃苦 聊苦 所以叫做 能够忍受 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受的 那样子 未来的 未来的路 未来上面 才会更快更广 对不对 对 今天我讲很多了 你站得也很累啊 不会 老师慈悲 我看你一句话也没有说啊 我仔细在聆听老师的词语 那现在换你说一说 老师慈悲 请老师用 用茶 歌全弦 我们太有福气了 我们这一班呢 真是太有福气 我们几十年来啊 很少碰到 法会这么长河啊 老师语重心长啊 跟徒儿们 这样子慈悲啊 真的是天使不一样 天使不一样 所以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 要我们观念要正确 修行啊 观念是最重要的 观念要很正确 而且呢 要真修实练 真修实练 要很深入的 实实在在的来修行 不是只有靠外表靠数字而已 那这老师呢 一直一直 可以说没有停的啊 一个半钟头以上啊 真的我们真的是很感恩 很感恩 我们这一班 你想想看哦 当你们房间什么都传 对不对 有传啊 什么时候末日啊 有传啊 该用什么佛灯啊 有传啊 用什么杯子啊 有传啊 用什么桶子啊 还有传啊 有什么地方比较安全啊 现在开始要吃什么了 还有呢 现在不该吃什么了 对不对 现在不该吃什么 吃了就会怎么样啊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在我的心里面 你想想看 你用你的角度来 你用我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 我听了 我听了 我会有什么想法 第一个 今天 一个修到十年的人 二十年的人 你还跟我讲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要怎么样的才好 我觉得 我很难过 因为那是一个形象的东西 一摔它就坏了 对不对 它能够保存多久 如果说 要什么样的东西 才能够让你躲劫避难 如果说 要那个水 那个水 才会怎么样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 你不好好地 把握你的自家水呢 当时你静下来的时候 你舌大天桥的时候 那个穷江寓寓 不是更珍贵吗 也不需要你去佛堂 几个月前就装一大桶 甚至还生青苔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那样子的东西 里面有多少的什么 那你说它能够躲劫避难 还是说 你吃了那么多的细剧 你还造罪 是不是 不要在枝末里面再打转 好不好 你说你要该吃还是不吃 但你该吃不吃 啊 现在不吃 不敢吃了几种 现在听到怕死了 不敢吃 不敢吃 没有 本来就是不吃 对 但是如果你身体不好 你也跟着别人 那你的路怎么走得长远呢 对不对 衡量你的环境 衡量你的身体 衡量你的经济 衡量你的状况 中和之道 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的 你的内心啊 你的灵性越轻啊 那个才是超神啊 你的身体本来就是灼的 你搓一搓 你搓一搓 看看到底有多脏 你说一个蛋就会让你下去的话 那你说啊 一个蛋有没有那么功力 那么厉害 没有啊 那还到处喘 有没有 所以啊 这个叫智慧 当然你当你听到什么的时候 用智慧去分派 所以啊 当底蘭师的 现在最重要啊 底蘭师你的一句话啊 底蘭师说 可以啦 好啊好啊 不要够了啦 那你想想看 底蘭师重不重要 所以你们心目中的底蘭师 从偶像变成凡人 有没有 底蘭师本来是偶像啊 哎呀 底蘭师一句话很重要 突然讲那一句话以后 开始 好像从天上打入凡间一样 有没有 所以底蘭师一句话也很重要啊 底蘭师 该说什么话 该要做什么事情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满意啊 所以啊 当你听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去衡量一下 这个有没有合乎中庸之道 这个会不会 对你的生活上面造成不方便 这个会不会造你的心理 身体怎么样 对不对 一个修道的人 一个学修行的人 一个学修行的人 你的身体不好 你怎么走更长点的路 对不对 但是你要衡量哦 不是说 哎呦仙佛就没有说 仙佛说可以啊 那我就拼命的去 那个叫过 哼哼哼 一个是不急 一个是过 有一个是 有些人有疙瘩在那里 哦 去佛堂的时候 这里没有没有啊 有啊 不要吃 那个叫不随缘 对不对 对 咱们修道是随缘自在嘛 对不对 是 每次哦 人家请你 你就在挑 这个不能吃耶 你没有加这个哦 不吃 那主人 都气得半死了 对不对 所以啊 要跟人家 一起相处 一定要怎么样 你到人家家里 你也挑餐解释 这个菜怎么样 有加蛋的不吃 加那个 呃什么的不吃 什么的不吃 那你自己翻锅子来煮好了 那你就不用出门了嘛 对不对 所以 修道的人 学道的人 你要学的一个方便啊 给人方便 给自己方便啊 不要太多什么 一大堆的理数啊 你在求你在求 那我说 你为什么对你自己 不要求多一点 对不对 去到人家家里 那么多要求 以后人家会 把你变成拒绝 那你自己去修你的道吧 所以修道修道 真的 认理好不好 好 今天送给你的 唯道是从 但是要认理实修 有 道有很多很多 你看 这么多 旁门左道 什么道 什么道 一大堆的道 你如果认识不清 枉费了修道实力 所以 你们反正 所以啊 不是你们也常在说 武师成道 四十 不管你功德有多大 不管你火候有多大 你一念的错误 可能 所有的都前功尽弃 所以圣人会说 奴隶伸冤 奴隶伯冰 奴隶伯冰 怎么可以一 一句话一言行 都不小心呢 对不对 对 还有什么不能吃的啊 哼哼哼 我说 他说 起司不能吃哦 你答一句话 可能就变偶像 变繁复了 对啊 起司应该 应该 应该是可以啊 那是牛奶提炼的嘛 牛奶 起司 好啦 咱们修道人啊 要从 要上肾的功夫啊 上肾的功夫着手啊 不要在这个 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啦 随眼啦 人家 人家 你不会刻意去 人家说不能吃 你就刻意去买 那个故意来吃吧 对啊 那就随眼嘛 对不对 要在上肾法门 是在哪里下功夫 心心 怎么样叫做 左 怎么样叫轻啊 是身体很轻啊 还是心很轻 还是灵性很轻 我可以说 如果有一天 你们回天的时候啊 还还给我这样子 半酌半戚 或者是 还还迷迷糊糊 真的喔 那个 主考官啊 不不不 还慈悲的话 我回去要给打几个屁股 为什么你知道吗 修到修了这么久了 还在问这个问题 真的很见笑 见笑 不过呢 这也是贾安师教的不好 对不对 是 不是喔 这时候又不错了 你们都 贾安师修得很好 你们不好 你们不受教 是你们不好啦 那你们不好就是我不好啦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叫养不教 这个叫叫不言 但是呢 检察师也是诗的对 讲师也是诗的对 是 这个叫通通难逃责任 是不是 是 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等于是里面不清 底下的讲师 我看也虎虎荼荼荼 对不对 对 你看 连那么简单的饭该不该吃 等于是都已经打不出来 起司该不该吃 可以吃啊 起司可以吃啊 现在讲说吃的东西 乳肉 乳肉 可以吃 可以啦 应该是可以啦 还有水远啦 你不要 不以不及都不好 我现在讲中庸之道啊 你哈 一旦有问题的时候 回去好好给我翻四书 好好回去好好给我翻圣贤的经典 好不好 好 你说六祖会能在猎人队的时候吃什么 那他有没有犯很大的戒 没有 为什么 吃 如果说他那个时候有没有黏到 没有 黏到很多 啊有没有罪 没有 没有 那你说啊 你去请客的时候别人请你吃起司 有没有罪 没有 那你不能说 老师先不说 要通全答辩 我就通全一点 诶 没关系啊 起司拿摊 出来可以吃啊 也不能这样子 没有就不要糗 有了就随眼 好啦 既然这样子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陷阱要害我 反正身体是别人的 别身体也不是你的 但是我看你们也蛮累的 对不对 不会今天 但是说你们蛮累的 但是气色很好 是 不知道平常吃了什么东西 听说你们很养生 很照顾自己的身体 所以可以让身体像铁打的一样 但是没关系啦 懂得照顾身体最好 对不对 是 但是现在修道人有些很好笑 爱护自己爱到 太注重自己的颜面外表 对不对 一点点头发白了担心啊 一点点皱纹出了就担心啊 会不会 不会 但是要叫你们 要把那个外表 暂时抛一点 你们做得到吗 做得到 但是人也是 要有一点点蹭头蹭头啦 所以通全要 答辨 活泼要 玲珑 对啊 讲来讲去都是你们好耶 都是老师好 老师好 徒弟才好啊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要到至始至终都要很好 不枉费你们修道的路途 这样子才能够光宗耀祖啊 我现在说一句话啊 你们啊 好好的修道 有一天啊 光宗耀祖 你们家啊 几世几代 除了一个修道的孩子啊 列祖列宗啊 真的会排列拍手耶 那你想想看 很值得的 很值得的 就是因为你这个一个念头 好好的修道办到 你的祖先呢 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不要去小看自己 你一定可以办大事 做大事 立大业 承担大使命 好不好 好 可以了哈 可以了哈 又在陷害我了 有 那你们跟我 那你们有什么话先跟我说好了 三个人 你们三个人 老师慈悲 这边突然有 突然有 往前 现在站 站起来往前 唉 你们累不累啊 累 放很久很辛苦啊 会 会啦哈 会 喜欢又有什么用啊 这个生理是别人的哦 我一离开的时候 我在你身边 你也感受不到 真的感受得到 那最好了 但是呢 那你会说 唉呀 幸福 你如果一直跟着我 那多恐怖啊 反正话 反正话就好 那多恐怖啊 对不对 那我做什么坏事 都被你们监控著了哈 那你想想 你知道吗 你们哦 又让人家疼 又觉得憨憨 又很可爱 又很傻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 更是觉得说 哎呀 每一次哦 每一个机会 我都要把握 如果我说了一句话 你们能够好好的听 你知道吗 你们的 你们的祖先啊 在外面 也会很感谢我 那我就很值得了 为什么 因为我帮她 调教她的子孙啊 对不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如果你们真的 这么听话的话 你做给上天看 做给为时我看 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看在老母的面子上 看在为时我的面子上 委屈 受一点委屈 忍辱 这样子 事情会过去的 但是不要把小事 把它喧哗成大事 这样对稻草都不好 因为这是一个家 大家要爱这个家 好不好 好 当你见到任何任何 别人跟别人之间 有一点误会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当桥梁 去化解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一个化解 解开人家 人家彼此接近也不愉快 对不对 因为这个才叫兄弟姐妹 因为这个才叫手足 对不对 对 老师准备 你还要写什么 不用写了 你写那么多 老师都知道了 你不用写那么多了 这个叫不信中的 这个叫塞翁师马 所以你责任也更重了 你们修道人 好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们现在都不要说话 你们会认为说 我今天求到了 我到底那一点有没有用 到底老师给我一点 到底我 我度的那个人 我的亲戚到底有没有回去 对不对 你们就会想说 我一定要亲自的问老师 得到一个明白 得到一个认可 一个答案 我才会心 但是哦 我问你 如果说 你今天 你来问我 跟你去后天庙里面 问的答案不一样 你相信哪一个 相信老师 相信老师 那好 你相信我 我可以告诉你 道真理真 天理真 今天我 既然我可以告诉你说 我 我既然领了三朝的命 我的哪一个徒文我不救 对不对 但是 你回去了以后 回去了以后 很多都不足啊 很多都不足啊 所以 你不信中的大幸 就是因为 你 现在好好的 赶快修 赶快了愿吧 不然的话 那个位置很动荡 动摇不暗啊 这个叫 赛龙施马 言之非 这个叫 不信中的大幸 所以 只要你相信我 你不用去后天庙问了 你不用再去问别人了 你不用去担心他们了 你相信我吧 从头 从 从头到现在你相信我嘛 那你就不要再想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要再去想太多 好不好 科学老师 但是 从今天开始 你知道你要怎么做吗 因为 你是不是 要做的事 要更多 然后立的目标 要更远 要办的事情 要赶快好好的去办 当然咯 不然的话 我也保不了咯 但是 人世间就是这样 有些人就是借着一场火 有些人就是一生病 有些人就是借着什么什么的 一些 什么什么事故的 就这样子回去 对不对 但是呢 那边就有一大火人 就开始要修炼啊 就开始要不足的 酒色才气啊 功德不足的啊 等待她的子孙在凡间 开始回向她们 我是这样的女儿啊 有个想念 如果说你的时候 她只知道 不够出门 你还不会出门 那如果 那你做你的九贤七组 你知道你的九贤七组 从这样子算过去有几代吗 对啊 对啊 哎哟 嫁出去 血缘谁跟谁亲啊 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以后会不会往来吗 不是啊 所以嘛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你不要去听别人太多 好不好 你把你的心安着点 你现在不要去问别人太多 你不要再去问太多 因为一个人一个人 每个人意见不一样 表演师的领悟 表演师 讲师的 他对他这个看法又不一样 那不一样 无形当中会左右了你的想法 对不对 但是我敢跟你讲说 道真理真 天命真 但是一个人不足的地方 回去一定要再弥补 一定是这样子的 如果不够 一定是要靠凡间的子孙 给他回向 凡间的子孙 如果不懂得去回向 那他就会过得很苦 这样你懂了吧 所以 为什么跟你们讲说 你们好好的修啊 你们的酒嫌气足 就靠你们了 我从头到现在 我不知道讲了多少遍 对不对 所以 你不要去想太多 你们的血缘的轻啊 胜过谁啊 你不是血缘不是很轻吗 对啊 那你跟别人这么多干嘛 好 谢谢老师吃杯 老师吃杯 老师吃杯 那我问你啊 他现在到哪里 你相信他上去了吗 相信老师 相信老师 你不要明天又听到别人说 又不相信了 你一颗心啊 动荡不安啊 这样子不好的 你就好好的度人 看你要发什么愿 要做什么 能力范围之内 可以做的 尽量量力而为 好好的去做 不要因为做不到 而让你自己整个什么家 又跟人家带什么什么的 这样不好 咱们修道人 有一分能力办一分的事情 不要耗高骛远 但是这个两月 这个要行功力的人 是一辈子的事情 好不好 不是因为你现在 啊家人这样 你才修个五年十年 以后不修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好 谢谢老师吃杯 全然的相信老师 全然的相信老师 好 谢谢老师吃杯 那相信就好了啊 还有没有人要说 不然我走咯 哈 因为我相信你们啊 知识会根都很深啊 以后面临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不要再左右 犹豫不定 所以我说点儿是很重要 你们的精点给我擦透一点 是 比方下次人家问他 这个可不可以吃 他有没有回去 连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都要我问 都要我答 是 有事是弟子 不是 你们在扶什么脑啊 就是点一下道叫扶起老 对不对 然后讲道理讲一讲叫扶起老 对不对 但是像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们点儿是都不肯定的话 那你说谁敢肯定这一点 对不对 因为你们修到这么多了 道场上的印证 道场上这么多了 真人真事 这么多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一条路老师带我们走 那别的事错不了 我们不用三心两意 不只走一阵子 应当是千事万事都跟着老师走 这才是对的 这个叫顶节旧事的愿令是无始无终啊 是 从无始节以来 我们就要应当有这种愿令了 所以啊 这个帮你立这个愿的时候 那个东西也讨得很快 所以你不要怪哦 你不要想说 哪个人啊 他怎么这么快又这样子 他怎么过得这么苦 不要这样子想好不好 该还的 还完了 就会轻松 你不继续做你要做什么啊 那你不知道你不继续做 那那你那你想要做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 两方面都要兼顾到的话 因为这是长长久久的事情哦 不是因为你一时间怎么样 就要怎么样 对不对 今天我一定不会给你肯定的答案 因为你回去想一个念头 可能你的想法有改变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说 做每一件事情 你衡量它的轻重 你想清楚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你这样子做了 当然要了愿 要行功利得 但是了愿行功利得 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 不是忽冷忽热 不是三分钟热度 但是你们还是凡人 你的肾也要顾 烦也要顾哦 无凡不能养肾 对不对 所以说财法礼地嘛 财法礼地一路伴着你们 这条路才能走得长长久久 这样子好不好 好 这样有答案了没 有了这么快啊 好啦 我真的确定这一次要还给别人了啊 来 你就保重啊 好好的去 好好的去 多长久哦 一个念头会影响他们很多 我很担心哦 好好的 那你们 我下次见到你们的时候啊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哭哭哆哆哆的 我们要很开心 因为你们又进步很多 对不对 我希望下次看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为了你自己 也为了我 你更更用心在做了 你也更用心在办了好不好 好 真的有这份心我很高兴 但是我希望你 更扎实的时候 这条路是很长久的 你好好的去办 上天娶你那一点些 好不好 对嘛 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哭哭哆哆的嘛 对不对 当心里面互相契合的时候 你看 这不是人间天堂吗 对不对 那我要走了哦 如何修身陪德 徒儿 你们知道真正有德性的人是怎样的呢 德者乃能满心欢喜 重复去听其所早已知道之事 忍者乃能全权复应 一再去做其所早已会做之事 智者乃能潇潇洒洒 继续去过其所早已过惯的日子 勇者乃能无畏万物 每日去改其所早已改过的错 成者乃能抱持不放 天天去看其所早已看过的东西 人最难修的就是内德 要让人认定这个人内德很好 是不简单的 修内德比修口才还难上十分 徒儿 你虽然没有资本建立一个化学工厂 但你可以在你的心里 创立一个小小而完整的工厂 化学工厂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废物利用 如果你有这种化学工厂的心境 多么不好的话 你把它收容下来 加以整理 再由你口中发出来 就能成为美言好语 如果你有这种化学工厂的心境 多么不好的人 你把它收容下来 就可以使它改变成非常好的人 这样做不要本钱 只要你用心 只要你有度量 有涵养 有志向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你们仅注意到环境 却不注意心境 只知道美化环境 却不知美化心境 知道改变环境 却不知道改变心境 问问自己 打从求道以来 你的心境改变了多少 太少了 只是在道场上稍有改变 当离开道场 逼开道青 回到你自个儿的环境 很快就圆性复发 焦的照样焦 凹的照样凹 强的照样强 是不是 后天之性改变的太少了 要改变后天之性 必须诚心诚意 接受别人的磨炼 找机会去接受磨炼 欲识才能攻错 如果你不接受磨炼 只想自己管自己 可能吗 自己做错了 舍不得打 舍不得骂 即使你骂 也是偷偷地骂 生怕人听见 那算是真骂吗 所以 人不成气 不长进 不成胜的最大必定 就是互挤 互短 要人夸奖 要人称赞 你没有这种文过则喜的修养 因此 就得不到忠顾善党的朋友 即使你发现你的心里 常常有一种莫大过失的感觉 你就接近于圣人的边缘 圣人过多 闲人过少 小人无过 圣人何以过多 因为圣人以天下为己任 但天下人之过 因此过多 闲人敢作敢为 但依人之过甚烦情 所以过少 好 小人